今天是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 三十五週年 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 也首次發表六四談話 他透過臉書表示 任何政權都應該勇敢 面對人民的聲音 特別是年輕世代 紀念六四不只為了六四 更因為全球先信民主自由的人們 都有著共同的信念 唯有民主自由 才能真正保護人民 年輕人繼承民主的火炬 持續深化民主 在這塊土地上 長出野百合 種出野草莓 開出太陽花 並且讓青鳥飛揚